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atty好 观众们好 吴医师我们知道2016年11月有一家面包店 他的店主跟儿子发现一名在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上学的飞翼学生在店里面偷酒 那么这对父子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他就追出店外 没想到这件事情让他们也变成为学生以及校方抗议的种族歧视的对象 那么经过一些诉讼程序之后 法院还给这个面包店清白 就判说这个欧伯林学院需要赔偿这个面包店3659万美元 首先想先请调吴医师 这个赔偿的金额是否过高呢 这个的话是由陪审团来决定出来的这个钱 是听起来是蛮高的 但是呢但是这个陪审团是有这个权利这样做 那我们先看看他这个3659万的话 这个钱里面呢包括其中有2000万呢 这应该是罚款了 这里面写的是损害赔偿应该是Punity Damage OK罚款最大的这一块 那然后呢还有一个500万的所谓的精神的补偿 就是实际的准吃 然后还有650万呢是律师费 再加上呢500万呢就是这个利息 嗯那对看起来好像是蛮高的 对就就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啊 包括一些学生 然后只是在外面去抗议说他们有种族歧视的行为啊 这样子嗯对就赔这个钱是蛮高的 那我们现在觉得3000多万很高 但是他原本的这个建议的赔偿金额是4400万更高了 那已经砍掉了 所以变成3659万 可是这些分明别类您刚刚提到什么 损害赔偿啊精神赔偿啊 这些赔偿各自有哪些意义呢 那像这个罚款的话 因为这个诽谤嘛 诽谤是属于故意的 如果他这个陪审团认为他有一个乐意来来重伤对方 或者来损坏他的名声啊 伤欲啊什么这样的话呢 就就来有一个重罚啊 罚款 那罚款的话呢是多少 这个其实也没有补的 那像我们加州的话呢 他要看你的实际损失是多少 你的实际损失的话呢 可以去到最多是九倍这样 OK那加州的宪法的话可以去到九倍 虽然极少极少这样案子真的会给到九倍那么多 那三倍已经差不多封定了 那很多时候可能只就一倍啊 甚至法 有些法官是不给 甚至只给一块钱 意思意思 这样都有 所以要罚款罚多少 就是说一个就看他的热烈程度 那再一个呢就要看这个说 说做了坏事这边了 在这里面这个学校 这学校好像就很有钱 他说要罚你多少钱 你才会心疼 起到一个承接的作用 另外啊 你这次罚了你了 你知道你大出血了 钱包都换了 那下午你就不敢再来这样做了 那这个罚款是这么一个标准 OK 所以他这里面呢 说有两千万就给这一个 那五千万的这个精神补偿 这个东西的话 那这个报道里面没有说 他是有没有什么证明 OK 那这个说的实际的损失 当然比如说这个人 因为受到人家的诽谤 的话呢 他比如说就变成 怎么说呢 生意就少了很多 没人去他那边吗 还是说因为这样的话呢 他自己的话呢 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撞伤 看精神病医生啦 然后或者睡不着了 或怎么样 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那这个的话 那有时候呢 如果他实际能有证明的 实际损失的话 那是拿着实际的钱出来 那很多时候 如果他没办法证明 他实际损失了多少 那这一类案子 有关诽谤这类案子的话 那这个法律就是说 他可以陪审团可以 可以自己认为 来就是来想一想 他应该 他的损失应该是为了多少 这个跟其他的案子不一样 因为他的其他的案子 比如说你违反合同 对不对 他借了个钱 你总的有一个钱数 有实际的损失 哪怕是人体伤害 你伤害了的话 你这个不能去上班 对不对 你那个公司的损失 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的话呢 因为诽谤这个东西 他可能会觉得 这个是很多精神场面的东西 他就允许说 你如果你证明不了的话 陪审团认为多少就多少 所以他们这里面认为是500万 那律师费的话呢 是可以的 因为这种案件的话呢 法律都有明说 这类案件如果 盈放的话 可以跟苏德那边要律师费 那自己得了650万 我把这个官司 可能是打了很多年嘛 对吧 从16年开始很多年 那也不知道他 按了一个小时是多少 或者有几个律师 那这个上面 他总的有一些单据嘛 上面上去的 然后他们看 这有那么多 也是玩多的 OK 那还有说利息 那利息的话 应该就从他们认为 他这个500万 从那时候几年下来了 对吧 一直算到判决书的时候 所以他就算出来 有500万各种利息 那OK 没有错 就是您刚解释的很清楚 可是我比较无法理解 就是说 这个在美国 被指控种族主义的 这个毁谤 可以上升到赔偿 3000多万元的程度啊 这个 您说 是一个诽谤的案子 OK 当然他这个诽谤是因为 因为那个被告人那边 说这个原告 有种族歧视的情况 那实际上他没有 对吧 那你诽谤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有些人 就重伤对方 比如说 对吧 像一个 一个女士来 有些人就诽谤 他说 他这个人是 去那个 去做妓女 或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或者说 有一些 做生意的时候的 一些的诽谤 说 这个公司的话 他的产品 比如说 赤子人 或什么之类的 或者他的东西 很不好之类的 或者说 另外一个 那个人是一个杀人犯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那说这些东西的话 对那个人的 这个声誉 或者如果一个公司 这个声誉的话 对他的声誉 这是有一些的损害 那这个法律的话 是说你不能这样 这是属于侵权的一种 侵权的一种 不是说 我们在美国 不是有宪法 对不对 这个第一法案 那个言论自由吗 怎么 那你总不能拿言论自由 这个来说 你就 你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了 那不是的 言论自由 也是有一个一定的限制 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 对不对 那就可以 但是呢 你说这种东西 对人家 一天描写 一些 一些 一些事件 那事实上 不是真的 那这样的话 而且的话呢 就导致了人家 一些伤害的话 那你这个可能 就会构成诽谤 那 所以 其实这个 在 这个案件里面 你觉得这个 陪审团 把诽谤罪 跟言论自由 是很明显的 把它区隔开来了 对啊 那你所有的 诽谤的话 他都已经超越了 言论自由了 虽然有时候 呃 被告人那边 有时候会提出来说 我这个只是 只是 情绪我的 你 言论自由 但是这种说法 如果非常 怎么说非常 弱的一个东西 OK 人家没有说 不给你说话 对 当你说话的话 你不能 损害了人家 不能说一些 不真实的一些东西 嗯 对 在美国 毁谤罪要成立 需要哪些条件呢 对对 那 他叫成立的一个东西 我们说的几个要件 那第一个 对不对 就是说 当然就是这个被告人 说的一些事实 有关事实的一些话 说意见 呃 那个不算 我们等我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 算是对一些事实的描述 还是一些意见 好吧 我们等我说 就他他说了一些所谓的 他认为是一些 一些事件的描写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针对原告的 肯定 对不对 针对原告的 那然后的话呢 他是说给第三方听 啊 就单单就跟原告 自己两个人这样说 那不算啊 所以办一定要说 给第三方听 第三方的 他只有有一个人就行了 而你有一群人 有很多越人越多 当然你这个 你这个的话 情况越恶劣而已 只要说给 任何一个第三方听 好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第三方的话呢 哦 他也 他听到了以后呢 他也知道 哦 这个东西呢 就有关这个原告人的东西 而且说 这原告人 比如那个人说他 说他是强强犯 那么来说 那人就 哦 要你这个听到的人 以为说 哦 OK 那个人说 说这个人 是一个强强犯 好吧 那然后的话呢 另外一个要件呢 就是说 因为这样的话呢 这个原告 对吧 或者受害人的话呢 他有损失 所以的话呢 嗯 然后呢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呃 被告人这一块 他呢 没有采取一些 合理的一些 一些步骤啊 一些方法 去调查 来确诊一下 他说的这个话 是真的 比如说 他说这个人 是强强犯 那你根据什么呢 对不对 你没有 没有去做任何的调查 就就就 凭空这样来说 哎 所以呢 说这些的话 就是说 作为一个 呃 诽谤 那我们诽谤 这里面说的是 一个民事上面的东西 了哈 不构成一个犯罪 啊 因为犯罪的话 就要刑事上面 可能会牵涉了坐牢啊 这方面的判刑 那方面的东西 那行民事上面的话 就是有钱嘛 要赔偿的事 嗯 嗯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再根据这个 毁谤罪的内容 来请教吴律师 先请广告 广告后见 欢迎回到 听电话题的法律节目专栏 我们今天透过 我们要请到的是 民事法律师 伍雄杰 伍律师 来跟我们聊一下 最近的一个判例 就就是这个 在俄亥俄州 一个其实相当有名 而且历史悠久的 文理学院呢 叫欧伯林 他们决定要 对这个学校附近 一个面包店 提出赔偿 为什么呢 因为在2016年的11月呢 有一名在欧伯林学生呢 他在一个叫做 Gibson的面包店里面呢 用假的证件 买了一瓶酒 而且还顺手牵羊了 把两瓶酒藏在大印里面 那当时店里面的儿子 负责人的儿子 他呢就追出店外 那么这个学生 跟另外两个朋友呢 就跟这个店家呢 发生拉扯 并且争吓 那么之后呢 这个事情在学校里面传开来了 那么这个欧伯林这个学院呢 就站在学生这边说 这个店家呢 有长期的种族主义 以及歧视 而且他不只是这样子讲而已 他还发那个宣传单 然后到附近的这个 民众的社区里头 同时呢 还举行的 所谓的示威抗议 在店家前面环绕 所以这种种的决定呢 就让店家真的是忍无可忍 然后他就控告这个学院的毁谤 那我们刚才上半场呢 就是有请吴律师 就跟我们分析了一下 这个案情 以及为什么到后来 这个欧伯林这个文理学院呢 愿意提出三千多万的赔偿金 给这家面包店 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知道美国呢 他是受第一宪法保护的 就是说人都有这个言论自由权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其实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陪审团呢 在裁定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是把言论自由跟毁谤 两个很清楚的话分开来 那么在这边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吴律师 您看了这个案子的案件 的案情 你觉得他是很明显的是 跟毁谤 言论自由 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对对 那我们刚才上半场有说到 毁谤的这几个要件嘛 对不对 你看现在这个案子来说 对不对 第一个说他被告人 做了一些有关这个原告 就是这个面包店这里面 说的对一些事实的陈述 说他是种族歧视的 或者长期的这个有种族主义的什么 那这个就是 他说的不是这个不是一个意见 说的是一个statement 我可以说是一个事实的 OK 那然后的话呢 他呢这个东西的话呢 那就说给其他人听嘛 对不对 刚才这你看 那包括这个学校 那现在我们是针对一个学校了 他告的是一个学校 对不对 学校不是跟很多 包括学生 还有邻居附近的一些居民 什么都跟他们说 对不对 那这些人的第三方听到了 那当然他们明显的知道 哦你说的就是个面包店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符合 那然后呢 这里面你看 他说的不是事实 是吧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首先这个学 这个人 黑人 他去偷东西 这个这是偷东西 当然你可以 可以去抓他 跟他跟他理论 这个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不管你是白人黑人 亚洲人什么人 你去偷东西 人家都可以找 你违反 为什么就不能 不能人家 你然后 你能 阻止你偷东西 这有什么错呢 那不能说啊 因为你是黑人 就可以偷东西吗 黑人就可以合法偷东西吗 那是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的话 这个他们这个行为 最起码这一次行为来说 对不对 觉得不能说 这种族歧视的问题 那 然后的话呢 他这里面就说 他长期有种族歧视的东西 那你要什么证据呢 当然我们这个报道里面说的是这个事件 那是不是这个面包店 就长期的这种情况呢 这就没有证据啊 所以的话 那你这个校方 学校这里面有一个主任嘛 是不是里面的一个 校方的一个管理人呢 的话 那他做这个事情的话 因为他是在学校啊 在这个雇佣的过程中 学校雇他的 所以的话呢 他说的的话 他做的这些事情 的话学校就要负责 因为很多人会说 哎那这个人 他自己就这样说 我们学校 我们要授权他这样说 那你不能说 拿这个来说 推卸责任 在法律上的话 有一个叫 responding superior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下面响应者 这上级的责任 就是你下面的人 你雇的人 或者你的 你的代理人 在你这个雇佣过程中 或者在你这个代理的过程中 做的一些事情的话 你就要负责 那至于说啊 他超越了我这个授权呢 有我们这样的授权就是那 那是你们内部的事 你要开掉他可以 或者那是另外的事情 但是呢 对于外面来说 那你这个学校 就要负责 好吧 所以呢 这个他们就告了 这个学校 所以的话呢 那这个人的话 他如果说 他没有去 合理的做一些东西 来确认一下 这个面包电脑 或者这个负责的话 确实有长期的 这个种族歧视的行为的话 那你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诽谤的这么另外一个要件 对不对 所以的话 原告也能证明了 嗯哼 对 那所以在这个案子 我们明显看到就是说 今天校方是完全推脱不了这个责任 就是诽谤这个面包店的责任 那么可是问题是 今天这个面包店 他之所以就是 不能忍提出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上诉讼的话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 自己的清白是很重要 但是问题是 如果说今天啦 我们现在只是假设 就是如果说 他们校方真的有提出 这个这个面包店 有种族歧视的行为的话 那么在现在因为你知道 这个族裔关系越来越紧张嘛 从疫情开始之后 那到底什么情况下 能够符合种族主义的 或是种族歧视的行为呢 那就是就因为他的这个 这个种族或者他的肤色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你是在有关 其实其实很多时候 他也不是所有的时候了 那应该是在雇佣或住房的时候 其实是限制于这些东西 就如果说今天 他们这个面包店 他就是不卖东西给你 那么 其实他也不构成 法律上的这种种族歧视 那你可以说 他对你就不 有不公平的待遇 OK 因为这个没有牵制雇佣 没有牵制住房 你是去买面包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cafe了 那个里面还有饮料啊 咖啡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其实他 对所以所以这个的话呢 他 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 就是有很多商店 他会有个sign 就是说他有权决定 他不要serve你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面包店 他不serve 有色人种的话 那他也不构成犯罪了 不所以说这里面的这种 对这种法律上定义上面 这种歧视 OK 因为他是私人的行为 当然你 你如果是政府行为 那不行 你政府行为的话 就超越了 不单单是住房 雇佣们政府的时候 任何你 你对这些 因为他的 这个 不管你是他的 他的肤色 他的种 种族 他的宗教 他的国籍 对不对 像各方面的 他有没有 有没有身体的残疾 或者性取向 或性别 年龄 这些的话呢 那都是属于一种歧视 政府行为的话 那我很好奇 就是说这个私人的面包店呢 他要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才能够被定义为 他是有种族歧视呢 那比如说他雇的人呢 比如说这个黑人来找工作 那不给他工作 那这个是符合条件的 对不对 如果对方是消费者呢 那消费者也不属于 这种法律定义上面的 这个种种族歧视 嗯 那好 那我们再 所以无论如何 他这个是 没办法说 他就有种族歧视 嗯 了解 那如果说今天 这个案子里面的黑人 学生呢 他就说 这家店的东西 做得非常非常难吃 那这个的话 就不是毁谤了 对 所以这个你说到点子上面了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 不是言论自由吗 因为说言论自由 说我发表我的意见 其实是这个意思 我可以说话 你说话 你发表你的意见 那像他这个东西说 我觉得你这个面包 就很难吃 或者他说 我觉得你这个 在世界上最好吃 好吧 所以这些呢 都是个人的意见 那意见的话呢 一般人就认为 就是说 因为一切东西 真的就没有办法 去证明的 比如说你这个觉得难吃 你觉得难吃 别人可能觉得好吃 你觉得世界上最好吃 可能有人觉得 这只垃圾食物 对不对 所以这个没办法证明的一个东西 那再一个呢 我很多你听就知道 这是一个意见而已 不是说把这个东西 就说成作为一个 一种事实的一种描述 对吧 像很多 很多这些政客嘛 对不对 有很多 政治政客里面 有些卡通啊 什么之类的 对吧 像包括你现在 拜登也好 之前的川普也好 多少人对吧 像一些talk show啊 什么的 或者一些经常的画的一些东西 都会来描绘他们作为他各方面的东西 取笑他也好 因为很多一般的人都觉得说 自明白这个东西 他们是发表他自己的一个意见 你知道说这个东西 目的是为了搞笑 什么的 人都没有说 就是把这个东西说成 这个东西就是真的 所以的话 这个很 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但是像他这个东西说 就是说 你这个 就是说他这个面包店 就是长期有种族歧视东西 这个 这个不是他的一个意见 他去说也就是他有这个事情 就算有时候 一些人的 试图来说 那我什么东西 前面我就加一个话 在我的意见来说 我觉得什么怎么样 不是你前面开始 你说不说是我的意见 对不对 你如果说 这我的意见来说 他是一个杀人犯 那不是一个意见 你说的是一个 一个事实 那你可以说 我的意见来说 这个东西很好吃 可能你觉得很奇怪 你可以不用说我的意见 那人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拼引 对不对 那现在很多键盘 常侠在网络上会说 哪一家店的东西好吃 或是不好吃 但这个作为商家的话 如果被点名 他也不能够对这个时刻 采取任何法律行为 对都是一个意见 所以这个东西说的都是一个意见 所以很多消费者的话 他看到 看一些人 一些人说就很喜欢去看 我看看他的评论怎么样 各个都评了好吃了 我才去吃 说评了不好吃 我就不去 有时候你真的会miss掉的 因为这个东西 只是那个人放进去 因为那个人知道 我觉得你的东西不好吃 我觉得你这个东西 价格特别贵 我觉得你这个服务不好 这种都是个人的意见 你有些很有可能是 由顾客放上去 有些时候可能是 他的竞争对手放上去 所以有些人说 我不管一个东西 我要去试 试了 我觉得好吃 就觉得好吃 喜欢玩的时候喜欢点名点不点 你就拉倒 这个意思 但是你也不能说 你的哪怕竞争最终 他就这样说上去了 你就告他诽谤 那你不喜欢怎么办呢 你可能在Google里面 把你拿下来 你就写不上这个东西 对吧 或者你叫你 你的顾客觉得好的 让他放上去 对吧 或者你也去到他的评论 你要知道是谁的话 你也可以去到那边去评 但是你不能说 他那个店就里面 他这个店呢 就怎么雇了黑工什么 那这个不是意见 这是一种事 如果他没有雇黑黑身份的人的话 你这样说 你可能就诽谤他了 了解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吴律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么下个礼拜 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好 不客气 拜拜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凤凰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